想要不這樣做我自己都受不了 以及走進7的鈴聲 我腦中出現的想法是 我聽到一組major的三度音程 這些音程在指門上可能的按法有 這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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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或者是這些 葉宜俊彈吉他 我是葉宜俊 歡迎收看葉宜俊彈吉他 先請大家按下右下角的訂閱鈕 也要開啟小鈴鐺 才不會漏掉任何通知哦 也歡迎加入我的頻道會員 每個月學習更多進階的吉他相關內容 今天的主題想和大家聊聊 吉他手要如何隨時隨地都可以練習 這個問題我想對電吉他手影響會比較多一點 之前我有在IG和大家發問 大家都是如何在手邊沒有吉他的情況下練習的 我收到了超多回覆 有些答案真的是很中肯 今天也會和大家分享一下其中的幾個想法 在IG上網友給我回覆的意見 有很多個是我自己也有做的幾個練習 首先 最多人留言的大概就是 冥想類 大概就是想像握著吉他 或是握著不是吉他的棒狀物來彈之類的 這類意見有彈手臂、幻想練習、左手練指法、右手練Picking 想像左右手都還握著吉他和Pick 用手臂或者是其他相同大小的物件 模仿吉他指板爬格子 左手捏著右手爬格子 空氣吉他、坑歌、練指法 不是空氣吉他就是拿著一個棒狀物 隱形吉他、在公車捷運扶手上按和弦 哇這很厲害 在桌上敲指法屌啊 Anitimers分享過很棒的方式 叫做冥想手法在指板上操作 以上這些想像的方法中 用冥想或是在腦中想像自己在彈吉他 其實也就是我常做的事了 我常常會在睡覺前想像一組和弦爬音的形狀 在腦中走過一次 例如自然音階的指形之一是這樣 那爬音的話就會是這樣子 冥想時腦袋同步反映出音名或是唱音 通常做不到幾個指形以後 我就睡著了 所以冥想這招我認定 有用 再來有很多人都會提到樂理的部分 像是看樂理 看葉宇峻彈吉他 看葉宇峻學樂理 看葉宇峻彈吉他 智爽 看葉宇峻彈吉他 好和弦 增加複習樂理 寫樂理 的確啦 樂理部分真的是手邊沒有樂器也能操作的一個項目 現在這個年代 應該所有的樂理知識都是可以科普得到才對 了解樂理其實對於只是看譜彈的人 其實是沒有什麼幫助的 但是如果你是想要自己創造音樂 或是可以進入到吉星 或是了解作者使用的手法動機的話 至少了解基礎的樂理是必然的哦 如果是以我而言的話 如果手上沒有書沒有手機的話 我會在生活的周遭 將所有看到或是聽到的聲音和樂理做一個連結 例如每次看到國產煙和G系列 我的腦袋就會投射出聲音 像是G6主成音是GBD1 G7主成音是GBD1 然後腦袋也就很直覺的反射這些和弦在紙板上的手型 想要不這樣做我自己都受不了啊 以及走進7的鈴聲 我腦中出現的想法是 我聽到一組major的三度音程 這些音程在紙板上可能的按法有 這些這些這些或者是這些 走進全家的音效是這樣 當聽到一段音樂後 我的腦袋就會開始不自主的在吉他上編曲 真的是不自主哦 全家鈴聲是一段大調的旋律 並且以和弦的1和5級來伴奏 在經過假響式的編曲後 再拿起吉他其實再稍微修正一下 難度不要太複雜的話 通常是可以馬上彈出個大概像是這樣子 因為我之前在台北讀碩士的時候 每次搭捷運綠線時 都是在台電大樓站G8站下車 你知道我會想到什麼嗎 不是想到G8 是想到G的阿度 所以同樣道理的話 景美站G5的G和D 也就是G Powercore 公文站是G7 古亭站G9GBDFA 小南門G11GBDFA-C 以及北門G13GBDFA-C 實在是腦補無所不在 還有一個可以做類似練習的是 桃園機場捷運 你可以練習A和弦系列的腦補 高雄捷運綠線可以練習 C和弦腦補 再來就是鼠拍子和唱音程的相關腦補練習 有人說算5拍或7拍的拍子 看譜數拍子 把桌子當作鼓來練拍子 聽歌曲然後唱到一樣 練習Timing 既譜練習 嘗試將憑空想到的Leak既譜起來 聽節拍器對準節奏 唱音程 沒錯 唱節奏對於節奏感鍛鍊 絕對是最有用的方法 大家也可以試著在練一段樂句時 先用唱的方法唱出來 唱得出來 基本上對於樂句的正確形態 也會比較有感覺了 例如我今天聽到五月天的某一首歌 我除了會唱 以外 如果對於拍子的掌控度 自認為不夠好的話 我還會把韻律也數出來 像是 以上這些都屬於手邊沒有吉他 但是算是強化音樂感的一種練習 再來我們知道 電吉他要發出聲音 除了要有電吉他本體以外 還要有音箱甚至是效果器 才可以發出具有變化的電吉他音色 所以如果是電吉他手 無法隨時隨地練習的原因 大多都是因為器材的限制 這個問題對於可以隨時隨地拿出來彈的木吉他 我想就還好一些 要如何解決電吉他手的隨身器材問題呢 最大的問題都是在於音箱和電力吧 這些問題在以前比較沒有方便的方法可以解決 但是現在卻有些產品可以選擇 NUX Mighty Air 它是一台以方便攜帶和隨時隨地都可以彈奏 或是也可以拿來當作聽音樂喇叭的 小小小小小小吉他音響 具備 Overdrive Distortion Solo音色 Chorus Flanger Festor Delay Rever 等效果 參數也都可以在手機APP中全功能調整 本身有自帶節奏機 節拍器 隨時要練習都很方便 橡皮喇叭為兩個speaker的全音域立體聲喇叭 簡單的說就是除了讓電吉他使用外 現在也更適合讓Bass和木吉他使用囉 使用電源為可反覆充電的蓄電方式 更環保也更激動性 支持藍牙連線也可以當作隨身的播音樂裝置 這是我們最愛的作品 要一直在一起 另外隨原廠還有附一個無線的導線發送器 接受器材已經被內建在箱體裡了 所以就是可以在Mighty Air上 直接的使用無線的傳輸功能 還具備了彈奏中可以移動的機動性 也蠻有趣的 真的是蠻好玩的 因為這樣可以讓你走到哪裡都可以彈到哪裡 嚴格來說Air算是一個以樂器使用為主 但卻附帶可以聽音樂的全頻喇叭 如果你是因為電力的不方便 或是音箱體積的限制 而無法隨時隨地練習的話 NUX Mighty Air是一台可以解決這類問題的證件 還可以用它大聲聽音樂 實在超方便的啊 以上是今天要如何隨時隨地都可以練習的 為你打回覆分享 一定要訂閱我的頻道和IG 也歡迎加入我的專屬頻道會員 我每個月都會固定更新進階的學習內容 如果有任何可以隨時隨地練習的撇步 也歡迎你在下面留言喔 葉君彈吉他 我們下次見 喂 喂 我怎麼喜歡啊 我在錄影啊 你用屁啊 我等一下打給你喔 好 拜拜 老婆打了 你